超过的交超过的叫应税面积乘以单价乘以税率再乘以70%的折旧 如果说在北京你有两套住房合计240平 你们一家三口36180超了60平这60平要交税 60平乘以单价8万一平乘以1%的税率乘以70%的折旧 这套房子你们家要交33,600元的税 各位这是每年要交的因为你们家超了60平了 如果想不交这60平很简单生一个孩子就不交了 有没有发现只要你们家生一个孩子每年少交33,600的税 是不是相当于政府被你们家生的这个孩子奖励了33,600的生育今天 只是说明讲把你该交的给你省了 注意这还只是两套住房 如果你再买两套这两套房子念你合计200平这200平全都得交 因为你们家免税的180已经用完了 这200平乘以8万乘以1%乘以70% 这两套房子合计交税11万2每年 有人说我出租啊我出租我能涨租金啊 不好意思国家宣布了出租房子五年内不得涨租金 涨租金没法 未来租金不是房东决定的是国家来定的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第五套住房还是100平从第五套开始税率上浮到3% 100平乘以8万乘以13%最终这套房子每年交税168 如果你们家有第10套房子使用最高的税率5%每年交税28万 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现在每天有10套房子 你将来每年交税最少最少几十万 最多合计一年交税300万 好了各位这才是真正的劫富即贫 所以未来的房子不是资产未来的房子是负债 好了建议是如果你们家多生个孩子或者说你们家娶个儿媳妇恭喜你 你们家多60平 只要你们家的户口本上多一个人你们家就多60平 但反过来如果你们家里少了一个人 有一个老人走了或者说嫁女儿了 OK你们家少60平 所以未来这叫什么这才叫人丁兴旺 这才叫鼓励生育